高歡平常帶帶帶領的風格到底怎樣 說實在他就是你知道北韻女然後 就是好的學歷的女生 對於自己的要求其實蠻嚴格 因為像我自己騎高中極美女中 我就是覺得啊沒關係啊 中間如果有一點點密實 那最後結果是好了就就好了 我也是極美女 所以就是就是你事情比較看得開 但是他就是我們比較隨和啦 這種北韻女的比較麻煩 就是我覺得他是自我要求很嚴格 那當然也希望大家能符合他的標準 對我也 不過還有一個很關鍵 因為大家印象最深刻就是說 高鴻安連衛生棉都要攤 那衛生棉這種事情 那麼私密的東西 怎麼樣把那個錢攤 那到底是怎樣 那為什麼報紙一直周刊 他一直登 因為我自己的賬 我有寄我自己的零用金花一花去拿 那就辦公室都沒有啊 然後有就有一個人來了嘛 然後我就想說啊 那我趕快去幫忙辦公室 就買一包 我還順便問說 哎誰會經過全年 就是或是藥妝店買 然後主任就說 哎我們其實 因為我不知道立法院有何做事 他說立法院有何做事 合作事就有賣哦 那我方便 那我就跑跑跑去買 然後買一盒 然後看到說 哎有黑糖加母茶一大袋 好像食物辱吧 我就說那就順便買啊 就買回去 放辦公室嘛 然後就放在那個 生理用品就放在醫藥箱旁邊 那需要的人就自己摸摸去拿 也不用廣位宣傳 對不用借什麼的 那你最會不舒服的 像是我就是來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不舒服 會痛 那你就自己泡來喝 他就是一個放在公用區 給大家用 那只是因為我今天 記帳記在我的帳上 然後 檢察官可能看到了 覺得說這些都是他用的 我就想說 這件事情我也跟檢察官講 都是說不是不是 那個是給大家用的 飲料是買給大家喝的 就是這些事情 不是給他一個人 給他一個人也太怪了吧 就是他沒有必要 就是還要叫我把它買 真的很怪啊 就是當然就買一個給大家用的啊 這應該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事情 我就不懂為什麼會吵成這樣 我們來交 我的問題就在說 但你當庭的時候提出來說 那16分鐘消失的這個營單 法官都沒 法官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或是要求 檢方把這個袋子交出來嗎 因為檢方就回答說 他就是類似休庭的方式 暫停錄影 所以就沒有錄 他就說我們就是沒有錄 那法官就說 那既然沒有錄的話 那我們也沒辦法排言 結果海警署說我沒有錄一樣啦 那你怎樣 我沒有錄嗎 那怎麼樣 對我覺得這個蠻驚悚的 就是說對於龔衛文來講 水母來說 他你大概人生第一次被偵訊吧 被搜索 被搜索 然後呢就碰到這麼大的一個案子 而且法官呢 就是去等於是在調他的話 我們很同情你們這個助理的這個處境啊 就是利誘威逼 然後還講出來就是你不認罪的話 你就是七年以上 我覺得那個 那個對於整個的司法的信賴 那個基礎其實就是一種崩裂啦 然後在這個法在法院的法官 然後最後的判決書是這樣子 他應該是覺得整個是非常的這個抓狂啊 可是我我覺得我不解的地方就在於是說 其實我看那個判決書啊 剛才這個龔衛文說 法官 龔衛文說這個法官 就是裕文他講說 法官是接受了他的這個說法說 他實際上的那個薪水呢 就是十拿這個四萬六 可是沒有耶 可是因為你一定也很詳細看了這個判決書 他判決書的裡面呢 就引述了一大段 這個王裕文呢 跟這個小兔 他們的對話的內容就是講到其中那個兩千五 就加兩千五的這個部分 那法官呢就據以此認定說 他明知他所實得的這個錢 他還是他還是就是說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還是認定他有福報 所以並不是 並不是單純的只有這個健保費的這個部分而已啊 就法官還是認定他有這個福報 那因為這個法官呢 台北地院的這個法官呢 他認定的這個基礎呢 跟我上次已經講過了 跟什麼公積金啊 制度啊什麼都沒有關聯 他最前他最就說 你們這些呢 就是在高宏安主導的情形之下呢 只是這個小兔黃慧文 然後呢很清楚的就是低薪高報 那你們報福報的部分呢 就要就捐回就捐回來作為公積金的使用 所以說呢不管你這個你這個公積金的這個使用呢 是用在高宏安身上 或者是說用在公眾的身上 都沒關係都無所謂 這都是贓款 就他認為福報就有罪啦 對對 至於其他用在什麼地方他不管 對 可是就是說這個如果說 這個法官是這樣認定的話 特別是在這個公積文的這個事情上面啊 因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沒有福報 那法官還是這樣認定的話 我真的覺得就是蠻珠心的 到底有沒有福報 其他助理有沒有福報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不會去問其他人的薪資 那我對的縣就只有行政主任 對那行政主任跟我說多少 那我就相信他是多少這樣 我不會去打聽別人 我現在看就是回去看會 那你自己有沒有被福報 我覺得我都沒有啊 因為他就是跟我原本談的薪資 我我自己看 我那時候當下自己收到 我就覺得就跟我當初談的薪水一樣啊